首先我非常地感恩一直关心我,关注我的这位志愿者 非心非故毫无利益关系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长得怎么样,哪里能 可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真心 他会关注我有没有上课,他会发进度给我 帮忙扫描,分析 因为不曾见面的他,让我觉得越来越安心 今天他告诉我第一次我的卡点扫描后的结果和处理方法 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很多点都分析得很透彻 然后他告诉我解决的方法 跟随着他的分析和开导,我的心似乎也开了一点 其中有一点就是我对金钱的抗拒 原来我都不曾仔细地去想过 总觉得谁都爱钱,怎么会有人不爱钱 后来经过实际的分析,我才真的深刻地去觉得 其实自己真的是对金钱有抗拒的 就是不喜欢他的 只是觉得就是你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他能用到 然后该去还信用卡的时候 就很烦他,很反感他 我老公给我生活费或者什么钱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一个数字 下午,世界给我分析后 我重新地去思考 心也开了一点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你要去跟钱 去做朋友 去喜欢他 然后要去战胜自己 去突破 去做圆满 去跟客 然后我当下心 就充满了满满的力量 就心恋也转动 心恋又一转 就感觉不一样 挂了电话 就马上收到我老公转挂的钱 是他材料的提成 然后我就很开心 就真的就觉得很神奇 很感恩遇见 我希望自己能够勇敢起来 找路走 踏出去 然后我接下来想 努力去突破自己 试着去吃牛死 好好排毒 加油 恋闻 似乱 靈 疼 疼 继续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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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